综艺上主持人问 学生时代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我认真到 数学58 我没服 物理24 我没服 化学46 我也没服 全线第一跟我表白我服了 后来知名大学教授柳如燕接受采访时 被问及初恋 柳如燕面无表情 我没见过那么蠢的男生 教他的时候气得我心脏疼 以为是爱上了 我是娱乐圈当红小新 为了给新官宣的校园剧预热 被塞进了一场直播真人秀综艺 综艺上主持人说 我们都知道燕之过几天要去拍新剧了 这次还是不青春校园剧 想问问燕之 对于自己学生时代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我看着镜头认真到 数学58我没服 物理24我没服 化学46我没服 全线第一跟我表白我服了 此话一出 直播间的网友炸开了锅 答应他呀 你知不知道现在一对衣服导有多贵吗 救命置信恋我真的可死 第一眼全校第一 第二眼全线第一 谁不知道我出道以来灵飞吻 辟谣的速度堪称神速 这还是我第一次主动自爆恋情 主持人也问出了大家想知道的问题 那你答应了吗 我点点头 当然了 我那时候家里又不富裕 送上门的一对衣服导 我又不是傻子 主持人又问然后呢 我一脸无所谓 然后我好像真的是傻子 他教我怎么都教不会 我成绩中游 他居然试图让我考青花 天杀的 我还不如去考地瓜 话音刚落 这样我身边的小哥手疑惑道 那他为什么喜欢你啊 我尬住了 就是说 我也想知道来着 柳如烟那种高智商的人 当初为什么对我这个理科蠢才表白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答案 算起来 我跟柳如烟在高三下学七分守候 就再也没联系过了 听说他现在在大学任职教授 教的还是当初让我头疼的物理 所以我跟柳如烟这么多年都没遇见过 是有原因的 我和他犯冲 但没想到 跟柳如烟时隔八年的第一次 见面来的这么错不及防 前几天在综艺上说的 青春校园剧是在暑假开机的 拍摄地点在京大 拍摄进行了大半个月 我都没跟柳如烟碰见 一件就是我跟女主角有亲密戏的时候 此时我正在跟女主角饰演者许瑶 手牵手去食堂吃饭 路过去食堂的必经之路时 柳如烟正单手抱着一打文件 迎面向我走来 我几乎是反射性的 就松开了许瑶的手 卡 导演喊停 柳如烟停住脚步 目光看向我 我整个人几乎被他定住 停止了思考 言之 你怎么了 许瑶问我 我回过神 呆愣愣地看着柳如烟说 没什么 柳如烟跟我的目光交汇几秒后 他转身就走 留给我的只剩一个背影 我不再看他 转而跟导演道歉 继续拍摄 中场休息时间 许瑶找到在树荫下歇息的我 给我递了瓶水 随口说 我以为你前两天 在综艺上说的那些都是编的 给新剧制造话题呢 没想到是真的呀 我心下微颤 借过矿泉水的指尖缩了缩 我们认识这么久 你也知道 我从不说假话 除了那次 跟柳如烟闹掰时 我跟他说 我根本不想和你一起上大学 你整天带着我学习学习 你不累我还累呢 其实不是那样的 我也很想跟他上同一个大学的 他能带着我学习 我很开心 我一点都不累 可我要认清一个事实 我是不累 可我是柳如烟的拖累 我永远都忘不了柳如烟妈妈找上我 跟我说的那些诛心的话 柳如烟现在还小不懂事 他管不了 我这个当妈的必须出来管 我就说一句 你配不上我女儿 柳如烟妈妈评判了我的成绩 家庭 人品 他把我贬低到了地底下 他让我认清现实 认清柳如烟笑着跟我说 我们一起上毕大吧 这只是个梦 像我这样的人 永远不可能实现 如果我真的喜欢他 就该放开他 如柳如烟妈妈所愿 我真的放开了他 高考过后 我就再也没出现在柳如烟面前过 刚刚那个女人就是那个权限第一 许瑶问 我点点头故作轻松笑道 对啊 漂亮吧 许瑶却答非所问 还喜欢他呀 我呼吸一致 眸心轻颤 我对他的喜欢从未停止过 那次过后在京大 我再也没碰见过柳如烟 两个月的暑假转瞬即逝 京大开学了 正好可以拍摄这部剧里面上课时的情节 只不过 跟许瑶演情侣上的第一节课 就是柳如烟教的物语 我跟许瑶开始过剧本里的台词 艾梅拉斯的小动作不断 在旁观者眼里就是 不像眼的 活脱脱真情侣 柳如烟双目蒙上了一层冷意 他说 林书 这道题你来回答 林书是我所饰演的男主角名字 那个被我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里 根本没有这一段 所以柳如烟是故意的 明知道我不会 故意让我出丑 但导演没喊停 我也只能眼下去 我神色僵硬的站起身 不敢看向柳如烟的眼睛 逼着头像个犯错的孩子 对不起老师我不会 柳如烟面色平静 不冷不淡的说 那就认真听 上课不要开小差 我脸色羞红 不好意思的点头 为了不打扰学生上课 我跟许瑶安分递上了一整节课 下课领响 我摊坐在凳子上 身边的许瑶笑道 这个柳江兽挺记仇啊 我才不去 我跟你的柳教授又不熟 你自己去问 我明明纯开口道 我也不去 不去才怪 午饭时间柳如烟没课 我打听到他的办公室位置 然后敲响办公室的门 柳如烟轻冷好听的嗓音传来 请进 我推开门走到他面前淡淡勾唇 柳教授一起吃个饭 柳如烟拿着笔的手顿了顿 头也不抬的说 我根故大明星 还没有熟到可以一起吃饭的地步吧 这么绝情啊 我眉眼弯弯声音涌来 柳如烟抬头看我认真到 我没有跟前男友吃饭的品号 那你怎么叫我戏里的名字 还说你没关注我 柳教授 你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像什么吗 口是心非 我悠悠地道 柳如烟沉下脸来 眼中戾气一闪 言之 我只是不想你跟徐瑶 打扰到我的学生上课 希望你不要自作多情 还有不是我的学生 就不要随便来我办公室 柳如烟这样的话 无非是在打我的脸 我来找他示好就是一个笑话 他根本不在乎 就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被困在高中的那段时光里 只有我一个人走不出来 故事里的另一个主角 早就把那些过往忘的一干二净了 我连起脸上的笑意 微眯了眯双眼 行啊 柳教授 下次上课再叫我这个 不是你学生的前男友回答问题 我就告你骚扰 我转身离开 没有注意到柳如烟 下一秒变了苍白的脸 如柳如烟所愿 我没再找过他 上课的那些片段早拍完了 剩下的剧本全是主角 不如社会后的生活 我时常在想如果两个人之中 没有一个人去制造我狱 那这两个人是不是根本不会遇见 答案是肯定的 出了经大后的一个月 我再也没遇见过柳如烟 柳如烟那天说的话我早忘了 思来想去 我也没什么可生气的 本来就是我先辜负他一片心意的 他不给我好脸色也是应该的 要是我在热恋期的女朋友 敢跟我提分手 我肯定跟那些亲工具的怨妇一样 搞个小人渣她 最好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 正当我想着搞个什么借口 去找柳如烟时 好兄弟杨大力给我发了的链接 顺道问我 这个是柳如烟吧 他说的这个蠢货是不是你啊 我真得笑死 你们俩玩这么变态啊 我点开链接一看 是柳如烟接受采访的视频 我新拍的电视剧微博关号 放出好几个路透视频 金大本来就挺有名的 现在彻底火了 有些有意思的媒体就爱 蹲在大学门口找美女 采访学生时代的有趣经历 这不有个媒体就幸运了 采访到了柳如烟 这位美女 谈过恋爱吗 柳如烟点头 谈过 那我想问问 你跟你初恋是怎么认识的 柳如烟面无表情 高中教他做物理题 媒体呵呵一笑 然后呢 柳如烟接着又说 我没见过那么蠢的男生 教他的时候气得我心脏疼 以为是爱上了 采访视频飘着各种有意思的大蜜 心是跳了 有点疼而已 这怎么不算喜欢的哈哈哈哈 教物理嘛 我怎么觉得这话有点耳熟 顾言之的物理不是24吗 这是什么星星炒CP的方式吗 采访视频热赌还在上升 我的一些粉丝好像特别刻 我跟柳如烟的知性恋 再还没得到确切的情报 就开始把我跟柳如烟拉拉配 经纪人王姐的鼻子真的很 他打电话问我 你跟柳如烟啥关系 说说吧 省得到时候东窗事发 我闭口不谈 没关系 王姐大怒 骗鬼呢 没关系你跑人家办公室干嘛 我嘴硬 那只是老朋友酗酒 高中同学而已了 王姐经得跟什么一样 怎么会被我忽悠过去 他说 那行以后你要是跟柳如烟谈上了 赚我一百万 一百块我都嫌贵了 一百万 我破大房 不是 你抢钱了 有还是没有 王姐问 我咬牙切实 有 为了我的钱我忍 随后王姐又交代 那就行 你以后不要跟他联系了 等会记得发微博辟谣 他不等我反对便挂了电话 笑死 辟谣是不可能辟的 我在企论号的空间里 把高中时期的日志翻了个遍 终于被我找到那张物理24分的视觉 这还是当初柳如烟教了我一个月的结果 那时我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笑着跟柳如烟说 则 学霸也不行啊 柳如烟说这是她的人生污点 我说这么历史性的时刻 不保存下来可惜了 回忆着往昔 我看着那红色水笔写的两个数字 轻叹一声 圈内很多好友问过我 怎么这么在意绯闻CP这些事情 我跟他们说我不喜欢 这只是次要的 主要是那些人都不及柳如烟 年少时的柳如烟 像小说中的女主一样出色 她只要站在那 所有人的目光都会集聚在她身上 那样好的柳如烟 试问谁能忘记呢 我把图片保存下来发微博 颜值V 在学术界对她毫无威胁 在教育界可以让她声名狼藉 粉丝热评 哈哈哈哈 大明星是在蹭热度 我猜是金大那个美女 小道消息 美女教物理的教授 救命 笨蛋男星跟高智商女教授 我真的渴死 一时间 我发的微博上了热搜 网友都在问这个 她到底谁啊 我还没回应 王姐先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 你蹭热度蹭到金大头上 不是叫你辟谣吗 我自制做的不妥 小声的说道 我觉得 我真的非她不可了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梁九 王姐才问 你决定了 王姐算是我为数不多的知己 她虽是我的经纪人 但我把她当姐姐看待 当初我事业上升时期 王姐曾多次让我跟剧中女演员营业吵CP 我都拒绝了 为此她还跟我吵了好几次 吵得最凶的时候 她火冒三丈 你竟然进了这个圈子 要知道有些营销手段是不可避免的 知道吗 在王姐的层层逼问下 我向她坦白 我有个自高中就喜欢的人 直到九年后的今天 也依然喜欢 我本以为她会骂我 说我可笑 可她并没有 之后再也没给我安排营业对象 时间过得很快 快到我觉得柳如烟已经 在我心里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快到我觉得自己已经忘记她了 可那天在惊大的相遇 内心的激动告诉我 我还喜欢她 我深呼一口气郑重地说 决定了 姐 我想追她 我让王姐给我推了一些不必要的通告 好空出时间让我去追柳如烟 出道多年 我的人气并不是非要靠 在观众面前刷脸为耻 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柳如烟眼前刷脸 为了追她 我装成大学生戴着口罩 去上柳如烟的课 因为坐在角落 柳如烟没注意到我 倒是坐我身边的男生提醒道 上课是不能戴口罩的 我哑着喉咙抱歉道 我得流感的怕传染 那个男生若有所思点点头 得流感还来上课 想必你物理一定很好吧 我汗流加倍了 直接用沉默终止聊天 一场酣畅淋漓的物理演讲 快要进入尾声 柳如烟照例在讲台上问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坐前排的一个女生举手问 老师 您在采访上说的话是真的吗 柳如烟点头 声音轻烈 是真的 那后来呢 对啊 老师跟她在一起没 老师这么好她难道会拒绝 学生此起彼伏的声音响起 柳如烟难得笑了笑 安静安静 既然这么想听 我给你们讲讲 第一次见她是在高二 她被老师逮到办公室补措题 高二那年 我作为一班的班长 来老师办公室交作业 而她作为二班的吊车尾 被老师叫来办公室开小灶 我也想起了那段美好的经历 我跟她的物理老师是同一个 在被老师第三次问 这道大题该用什么公室时 回应老师的是我的沉默 对时一道亲吻温柔的嗓音 在门口响起 恰好这时候老师正好收到开会通知 便叫柳如烟教我物理 然后 在柳如烟第五次被我祈祷后 她脸色铁黑道 要不你考虑一下回炉重灶 我对李华真的一窍不通 低着头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真不是故意的 她声音冷淡不变情绪的说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你只是过于单纯了 现在我才知道 她那时是在骂我蠢 那天的一节晚自习五十分钟 柳如烟讲的口干舌燥 嘴唇干的微微起皮 教会了我一道大题 懂到老师回来后 她马不停蹄的就溜了 我猜她是担心被我气死 可能是天意吧 那次过后 我在学校经常碰见她 后来我的目光总是会追随她的身影 人哪只要一在意就完了 讲台上柳如烟敢叹道 后来我跟她熟了起来 加了联系方式 她的情商有时候低到令我发指 有一次老师跟我聊天 问我还记得那个男孩子不 我当然说记得 这辈子估计都忘不了 老师说 我觉得你教的比老师好 我跟她约好一起上同一个大学 近乎表白的话我说了好几遍 她答应了也真的很努力再学 可后来还是分道扬镳 各奔东西了 大一阵叹息在我身边响起 一旁的男生用肯定的声音说道 柳教授一定还喜欢那个男孩子 我扭头看他何以见得 柳教授是笑着讲故事的 只是最后说到各奔东西时 他言语上的落寞骗不了人了 我也相信 那个男孩肯定是有苦衷的 柳教授会等到的 对吧 男生问 我愣了愣亲吻一声 算是同意他的说法 柳如烟下课后就往办公室方向走去 我轻车熟路地跟着他 直到他在寂静的五楼走廊停下脚步 还要跟我到什么时候柳如烟问 我看着他小巧的背影 两只手脚紧明明传说 跟到你原谅我呀 柳如烟转身立声道 那里面蕴含着的苦涩骗不了人 他还喜欢我 他需要台阶 我绝对不能像上次那样拆穿他的伪装 那样做只会适得其反 当年跟柳如烟说的那些话 对我来说是痛苦 于他而言 又何尝不是呢 我摘下口罩眼眶湿润 一声说道 对不起小烟 柳如烟似乎再也忍不住 冲到我面前握着我的双肩 他红着眼睛说 我不要对不起 顾言之 你知道我想听什么 四目相对 彼此之间的感情在无须多言 就能知道对方的渴望 我伸手抱紧柳如烟 脸靠在他的肩膀 闷声道 小烟 我喜欢你 一直都喜欢 柳如烟握着我肩膀的手滑落 抱着我的腰 他的呼吸散在我的脖口处 突然我感觉到肩窝处一点冰凉 柳如烟这是哭了吗 我有些慌不择乱小声孽如 小烟 他闻声松开抱着我的手 拉着我走进他的办公室 门砰的一声关上 柳如烟把我抵在墙上 红着眼眶问顾言之 为什么 我知道他在问什么 为什么会说那些违心的话 为什么要失信于他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来找过他 很可惜我不能说出那天发生的事情 我张了张口最后却什么也没说 柳如烟微点起脚尖 抬头吻我 许久他才松开我的唇 在我耳边轻声低语 顾言之 真是败给你了 和柳如烟温存没一会儿 门外一个男生响起 他一边敲门一边问 柳教授 你在吗 什么事 柳如烟问 午饭时间到了 想约你一起吃个饭 他羞涩地说 我轻拉了下柳如烟的衣角 用着唇语说我不许 柳如烟上次拒绝 跟我吃饭的情景还粒粒在目 他怎么能再拒绝我后 跟别人吃饭吗 柳如烟收到信号 淡淡地说不必了 那我可以进来一下吗 他问你别误会 我就是想跟你讨论一下课题 纪伯达老师 容我提醒一下 传媒摄影跟物理可是八杆子打不到一起 柳如烟的语气仿佛是在开玩笑 但莫为几个字音又带着一丝冷 柳教授可真幽默 嗯 那你当我没礼貌好了 我哭斥一笑凑到柳如烟耳边说 柳教授好冷漠呀 纪伯达愤愤不平坑了一声 然后他踩着自己的皮鞋 故意用力踏出声响离开 我眯着双眸轻声道 他好像生气了 柳如烟站直身子 往自己的办公桌走去 那我待会去哄一下他 我知道柳如烟是故意这样说的 但还是有点不舒服 我撒娇到不行 柳如烟一边看电脑屏幕 一边回应我的话 嗯 只哄你 你乖乖坐着 等会儿带你出去吃饭 我走到沙发上坐着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可以欣赏柳如烟美艳的脸 突然几个学生推门而入 老师 我这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老师 我这也有 还有我的 柳如烟把视线从电脑前移到门口的学生脸上 学生顿时压血无声了 有个男同学往我这边看了一眼 他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试探性地问 老师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柳如烟语气不善 你说呢 师傅 快哄哄刘老师 柳如烟跟学生的关系好像不错 居然有人敢开他的玩笑 我被师傅二字逗得心花怒放 勾纯笑道 他才没那么小气 你们不是要请教问题吗 我出去逛两圈 我说完就往外走去 只不过刚到楼梯转角处 就碰见一个帅气的男人 你是柳教授什么人 我细听 这声音跟刚刚约柳如烟吃饭的 纪伯达老师挺像的 情敌相见 分外眼红 我对他自然没什么好脸色 我笑得虚伪 我呀 当然是柳教授的小男友啊 不要脸 我怎么没听说过他有男朋友 我告诉你 我是柳教授的未婚夫 你识相点离柳教授远一点 纪伯达迫不及待地宣誓主权 可这些话在我心中也就 只能掀起一点点波浪 在柳如烟没来之前 纪伯达的话我是一个字都不会信的 我面色不该挑眉的 这话跟柳教授去说 在我面前说有什么用 还是说你也知道 阿姨拿柳如烟没办法 又气不过 所以才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我三言两语戳破他表层的假象 他气得脸色涨红 嘴里还是阵阵有词 顾言之 柳家不会让一个演戏的入家门的 我不吭声 垂在身侧的手指缩了缩 17岁我就听过类似的话 可是现在我已经26岁了 不会再因为不合适三个字就放开他了 因为我知道 我运气一直很差 这次放弃 我跟柳如烟不会再有第三次重逢了 纪伯达见我不出声 以为自己的话起了效果 他继续说 为了他好 你就应该放开他 我轻笑一声 还真是一样的说辞 以为这样就会让我至哪儿退吗 我不嫌不淡地说了句 纪老师 怎么入柳家的门 是我的事 不劳您费心了 我说完转身就走 纪伯达望着我的背影恶狠狠道 顾言之 你会后悔的 我只当他在发疯 并未放在心上 在惊大逛了一会儿 柳如烟便用企鹅号问我 在哪 幸好前几天翻空间日志 把这个软件吓回来了 不然柳如烟还真联系不到我 我回复操场边的箱张树下 柳如烟 等我 没过几分钟 柳如烟就出现在我眼前问我 想吃什么 我抬眼看他弯了弯嘴角 柳教授带我吃饭 什么都好吃 柳如烟笑了笑 过来牵我的手 怕不怕被人发现 大明星 我摇摇头 都26了 怎么就不能谈得恋爱了 柳如烟带我去金大食堂 点了几样我爱吃的菜 他摆好碗筷说道 三食堂的白切鸡挺好吃的 我记得你喜欢 我下午还有课 周末再带你出去吃 我记得我从未跟柳如烟 说过自己喜欢吃白切鸡 突然又想到 我好像在微博分享过美食图片 我吃了口鸡肉笑着问 柳教授 偷偷看我微博了 柳如烟被我拆穿也不脑 坦然到看了 我说 微博哪个互关一下 正好可以官宣一下 我谈恋爱了 柳如烟轻叹一声 悠悠开口 言之淡定一点 我笑眯眯的看他 柳教授 你不知道圈内多少美女在追我 这还不抓紧点 柳如烟美好气的看了我一眼 抓紧了 这辈子都不会放开了 我笑着回应我也是 陷入热恋后的我 真的很黏人 我几乎是天天都跑去他办公室 等他下课 柳如烟每次看见我都无可奈何的问 大明星 你不忙吗 我笑眯眯的看他 为了追你 我把未来一个月的工作都推得差不多了 柳如烟挑眉 那我还真是红颜祸水啊 我撇撇嘴的 你知道就好 柳如烟跟我聊会天后 又要去上课了 而我 自然是在办公室玩游戏等他下课 再带我去吃饭 只不过今天来了个不速之客 柳如烟妈妈推开门时 这把游戏刚好结束 他一点都不诧异 好像是知道我在这一样 出于对长辈的礼貌 我站起身跟他打了个招呼 阿姨好 他瞥了我一眼 哼 你要不出现在我们母女面前 就都挺好 我也不生气平静地说 阿姨 如果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 可不是个明智之举 柳妈妈脸色一遍之问道 你就是这么跟长辈说话的 你一点都没听进去 你就不能放过我 放过我女儿 我还没说话 柳如烟就推门而入 他冷着一张脸难以置信道 妈 你去找过他 柳妈妈被自己亲生女儿拆窗后 毫无愧疚之心 反而继续打着为柳如烟好的游头说 小烟 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这个男人 他配不上你 柳如烟打断他的话 一脸失望 含着声音说 妈 无论你怎么想 对言之意见再多 他都是我认定的人 我不要求你必须喜欢他 但请你尊重他 柳妈妈气急了 他指着我说 这个人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顶撞我 小烟 你以前很乖的 柳如烟眼眶泛红语气坚定 因为那些都不重要 都不及言之重要 我好像错了 或许当年我不该独自 做出那样的决定 如果我选择的是跟柳如烟商量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结局 我暗自摇头 怎么会有另外一种结局呢 17岁的我和柳如烟 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 那时的我 自尊心又是很要强的一个人 唯一的想法应该还是放手吧 柳妈妈见证了柳如烟的决心 知道今天说再多也没用 提着包就离开了 等他走后 柳如烟问我 我妈来找过你 你怎么不说了 现在还帮他瞒着 我黑黑干笑两声 哦 想着咱俩都好上了 往事如云烟 说出来破坏你们俩的关系不太好 柳如烟心叹一声 走上前抱我真是笨死了 虽说大部分工作都被我推了 但还有小部分的工作是不能推的 合作过的导演邀我 友情参演一部电影 我没想到就离开了柳如烟三天 网上就开始大肆宣传着 柳如烟学术不端的传言 柳如烟之前也在网络上小火了一把 如今柳如烟学术不端的词条 已经冲上了热搜 金大破于舆论压力 先给柳如烟给予停课处理 我看着网络上各种谩骂 心像被人揪着一样疼 当初看了好几遍的金大采访视频底下 也被网友冲烂了 还以为是小说女主 没想到是学术界的烂人 我就说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当上教授 原来是造假呀 不知道还有多少勇志之人 被埋没在这个教授手下 我不知道柳如烟看了多少 我给他打电话 他接了 只不过说的话我不爱听 他让我别担心还说 我们短时间内不要再见面了 网上骂成这样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 可我没办法及时出现在柳如烟身边 这部电影我的戏份 还要两天才能结束 现在我能做的只有稳定心血 争取一条过把戏拍完 才能早日杀青回去见裴烟 好找戏份本就不多 最后竟提前了半日杀青 到今世时已经是晚上八点 我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去找柳如烟 到他公寓门口时 我给他打电话 他接听 你回去吧最近别来了 我气急了威胁道 柳如烟 你不给我开门 我就在外面摘下口罩帽子 让摄像头拍我 到时候我陪你再上一次热索 柳如烟几乎是下一秒就开门 把我拽进屋里 我看着他销瘦的脸庞 心疼道 小烟我相信你 即便全世界都站在你的对立面 我也会坚定不移在你身边 柳如烟再也忍不住抱着我 声音带着哽咽 我真的没做过那些事情 我拍了拍他的肩 安慰道 郑义勇不会缺席 一个晚上没睡觉了吧 先睡一觉 醒来就没事了 我把柳如烟哄睡后 准备出门买点吃的 出乎意料的 我在一家私房菜门口 看见了纪伯达 远远望去 纪伯达好像特别开心 我有点奇怪 按理说纪伯达喜欢柳如烟 柳如烟现在这么不得知 他不应该上去虚寒问问吗 我正准备装作不认识他 他却叫住我 扬着嚣张的笑脸 顾言之 我说过 你会后悔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 又突然想到些什么 问他网上的事情是你做的 纪伯达大大方方承认了 是我那又怎样 我疑惑 你不是喜欢柳如烟吗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我才是你的情敌 你不针对我针对他 纪伯达用看深井兵的眼神看你 你没事吧 男人何苦为难男人 是柳如烟不喜欢我 你有什么错 我只不过想让柳如烟吃点教训罢了 他要是早说自己有喜欢的男孩子 我才不会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天天拒绝我有什么用 又不说原因 不知道我越粗越勇吗 我误了 感情面前的这位是个大少爷 受不了别人拒绝他 这人脑回路还挺清奇的 但凡换个人 应该都在想着怎么让我身败名裂了 那万一查到你身上呢 你不怕你在精大的教室工作丢了 我问他 纪伯达撇撇嘴 语气有些幼稚 这工作是为了追柳如烟才买来的 而且我教的是摄影 我的摄影作品上过国外报刊了 而且你们查不到我头上了 我满头黑线 实在想不通纪伯达的脑子 究竟是用什么做的 他做的这一切又得到了什么 仅仅是因为他被柳如烟吓掉的面子 你做这么多事情 自己又得到了什么 纪伯达笑了 我不需要得到什么 我的目的很简单 花钱给柳如烟买个教训 纪伯达似乎不想跟我继续聊下去 招呼自家的马沙拉蒂 拉开副驾驶坐上去就离开了 我突然想到了些什么 拿着手机查了下 今世有钱人的排行 纪周庭纪家排行第二 之前我在酒会上听到过 纪周庭老来的女 把这个儿子宠上了天 但圈内几乎找不到他的痕迹 我惊叹一声 纪周庭的儿子该不会是纪伯达吧 那我这个小明星 确实不能拿他怎么样 好在纪伯达心思前 现在只需要等待经大调查就好 但柳如烟还是被网上的谩骂影响到 我提着私房菜回柳如烟公寓 滑动着手机想找找 有没有山清水秀的地方 好带柳如烟出去放松心情 柳如烟这一觉就睡到了第二天下午 她睡觉期间 我一直观察着网上的舆论 热搜渐渐降下来了 还有很多自称是柳如烟学生的留言 都在夸柳如烟式的好导师 但出了这种事情 柳如烟的论文发表的又挺多 经大肯定不会马马虎虎了事 自然要严格的调查 这一调查不知道要多久 好在网上的风停电了 网友们冷静下来后 仔细观察了那些营销号 最终结论就是通篇下边 凭空捏造 我松了口气 本以为市场硬涨 没想到我什么也没做 这么大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别看手机了 过来吃面 柳如烟煮了面招呼我 我放下手机走过去 有些惋惜的说 小烟 你可能还得停课一段时间 柳如烟淡然一笑 没事就当休假了 真没事 你早上好像快哭了 我就是重提 柳如烟果然老了 你再说下去就别怪我了 我怎么可能会见好救兽 对着他嬉皮笑脸 怎么 柳教授 你要家暴吗 柳如烟谋色忧深 紧紧盯着我 他什么都没说 我怎么就满脑子黄色废料 我又是个想到 什么说什么的个性 还是说你要亲的 我说不出话吗 我也注视着他 柳如烟 顾言之 不要这么激动 哦 我老老实实吃着面条 突然柳如烟的手机响了 我瞥了一眼 来电显示人备注的是妈 柳如烟丝毫没有避嫌的意思 当着我的面就接听 小烟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妈妈的话 跟小季好好相处呢 柳如烟妈妈问 妈 我说过好几次了 我不喜欢她 柳如烟没眼处闪过几次不耐烦 看来柳如烟的妈妈不是 第一次跟她这么说了 我最开始认识柳如烟时 她的耐心就好到极致 小烟 你要知道 妈妈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柳如烟深吸一口气 双眉紧索 妈 过去这么多年 我还是跟她走到一起了 你应该也明白 我跟颜知是差不散的 柳妈妈问 你简直是闽玩不灵 妈 从始至终 对颜知抱有偏见的一直都是你 柳妈妈还是听不进去柳如烟的话 命令道 晚上给我回家 妈眼里只认小季当我柳家的女婿 嘟嘟 柳妈妈率先挂断了电话 柳如烟静静地看着 电话挂断页面一言不发 我深知她心中的无可奈何 宽慰到没事 不就回家吃个饭吗 颜知 让我抱一下 柳如烟说 我绕过餐桌走到她身边 柳如烟抱着我腰低声说 如果我们没分开 今年就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九年了 我轻拍她的肩柔声道 我现在还在你身边不就好了 咱不想那些有的没的 晚上我去接你回家好不好 柳如烟轻声说好 晚上 我坚持要把柳如烟送回家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柳如烟会和她妈妈大吵一架 我看着柳如烟进家门后 在车内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 柳如烟出来时 身后还跟着纪伯达 我下车后 跟纪伯达的视线对上 她先出声打了招 顾言之 你那天不是很有气势吗 今天怎么没跟柳如烟一起回家 我沉默了 她说的是实话 我确实还没做好 跟她妈妈见面的准备 更何况今天柳如烟妈妈 显然气得不轻 这时候上门拜访 显然不是个明智之举 我嘴硬了 我找大师算过 今天不宜面见长辈 纪伯达被我的话逗笑了 你还挺幽默的 好了 我也跟阿姨说明白了 既然你有自己的心爱之人 我也不可能上胆着 即便我们不结婚 纪留两家的合作也不会黄的 柳如烟 谢谢 纪伯达摆摆手 别谢我 网上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今天来这么一趟 算是跟你道的歉 还你个人情 柳如烟神色淡淡纠正那句谢谢 没波及言之 谢谢你 我突然明白了以技嘉的本事 如果纪伯达的目标是我 想必我这辈子都不会有翻身之地了 我之前还光明正大的蹭了 柳如烟采访视频的热度 微博还有我和她的CP超话 去京大最琴的那几天 网上流传着我好多照片 其中不乏有跟柳如烟吃饭牵手的 柳如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可能不过几道我 原来是有人受益装搞柳如烟了 纪伯达笑道 我又不是什么不变是非的人 仔细想来我好像也没多喜欢 从小到大都是别人追着我 我第一次追一个人还追不到 与其说喜欢倒不如说是征服 顾言之 我为我们初次见面的不礼貌 向你道歉 纪伯达说完就离开了 我的原谅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柳如烟上车后 他放手地坐在副驾时 疲惫地按了按太阳许 我关切地问跟阿姨吵架了 没有 他答应了 我只是在想 我可能还不如一张合同 柳如烟说 我开车回家的路上 柳如烟说了好多琐碎的事情 例如小时候的柳如烟喜欢航空 被他妈妈发现后 把他的航空模型踩烂丢掉 从小生活在他妈妈的监视下 所有时间甚至是未来 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柳如烟一直逆来顺受 直到高二那年遇见了我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可以活得那样洒脱 有那么多朋友 他一个朋友也没有 跟我熟悉起来后 柳如烟开始反抗他妈妈的不合理安排 在柳如烟妈妈眼里 从小到大都关顺的女儿 突然开始抵抗他这个母亲了 一定就是我做的药 带坏了他儿子 直到现在 柳如烟妈妈还在试图控制柳如烟 试图打着为柳如烟好的旗号 安排他的婚事 我觉得作为母亲 考虑的可能就会多一点 再说我也确实不如季先生 如今我看得坦然 凭身份阅历能力和家庭背景 我确实什么都不如季博打 柳如烟听不得我妄自菲薄的话 他捏了捏我的脸 在我眼里你就是最好的 我没好气到 你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柳如烟恩了一声 小西施 几天后 金大发出公告金调查 柳如烟并未做出学术不端的行为 并通知柳如烟于下个星期一 继续到学校任职 柳如烟却没有立即回复 校长的任职邮件 他告诉我那天在家里发生的事情 他说我妈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了 我若有所思 有条件的吧 柳如烟点点头 让我回公司上班 我还是比较在意柳如烟的想法 问他你想回去吗 其实我觉得阿姨答不答应都没什么的 你会因为阿姨不同意 我们俩在一起就跟我分手吗 柳如烟反问你会吗 我汉言总觉得柳如烟话里有话 好吧 毕竟我是有前科的 我肯定的说 不会 柳如烟 我想好了还是去公司吧 而且你也希望得到我妈妈的认可吧 虽然是以这种方式 作为他的男朋友 我自然是支持他的 因为柳如烟手底下还有一批研究生要带 他得负责让他们顺利毕业 所以回柳氏企业的打算就推迟了 我工作也忙碌了起来 感情这边稳定了 事业自然也不能落下 有时候柳如烟一个月都见不着我一面 但他从未跟我抱怨过 我抽空跟柳如烟包电话周诗问他 你怎么这么好哄 那天决定追他时 本以为是个艰难的历程 没想到一次就成了 细算下来是两次 只不过第一次闹得不太愉快 柳如烟语气淡淡 第一次在惊大不欢而散后 你一个月没来找我 我以为你不追了 柳如烟的微博小号终究还是被我发现了 居然还是我眼熟的 嗯 认为是比较疯狂的粉丝 我的女粉都在我这里举报过他 生怕他做出什么偏激的事情 毕竟他发的微博确实有点 说不上来的味道 红色 很适合言之 好想把它锁在怀里 想亲他 这好像是我演的一部先下剧 我在里面饰演一个侠客 所有的衣服都是红色的 他在用手接掉落的封印 我也想变成他手心的那片叶子 这个画面我印象深刻 演的一本B小说的片段 最后就是这场戏结尾 原来这些年 他从未忘记过我 一直在以他的方式默默关注我 最新一条我作证物理24 他确实没服 我服了 这条微博被我的粉丝冲烂了 评论区都在骂他有意想症 还这么多骂 也是时候该给他澄清一下 告诉支持我的粉丝 他是唯一有资格跟我在一起的人 我转发他的微博评论 哦 粉丝热评 我说他怎么停登半年了 感情是把我老婆骗到手了 天杀的柳如烟 以防我老公 我为我之前骂他的话道歉 呜呜 所以这个号还会更新吗 正是跟柳如烟妈妈见面那天 我本以为是一场恶战 只是没想到 他除了没和颜悦色的跟我说话 也没阴阳怪气的讽刺我 总的来说 虽然他不喜欢我 但也没有之前那么反对了 我想大概是柳如烟的思想工作做到位了 半年前演的那部青春校园剧开播了 柳如烟跟我又上了一次热搜 问在女朋友面前跟人演情侣是什么感觉 这条热词引发粉丝讨论 我跟柳如烟恋爱已经是娱乐圈公开的秘密 就有粉丝私信追着我问腰疼不疼 笑死 疼不了一点 最近一次见面还是在两个月前 柳如烟最近很反常 他总是问我想不想他 我也实话实说 整天拍戏 累得根本没空想 但他还是坚持每天都问你 最后我顺着他一说 想了 想死你了 当晚柳如烟就出现在我住的酒店门外 他说 我也想你了 我看他想我是真 想教训我也是真 全文完